算数应算符继续讲了 这个先讲一下解法应算符 比如说那个data ent 举个例子 觉得我们有一个list db123849 假老师是8 我现在要挑一下里头 有没有A的ask 那么我要看一下 有多少个个数 你可以用这样 C-O-U-N-T-C-O-N-T 一款 data 这是数据段 我下面要编程序 然后要用到个数 你们说这个个数 我如果合得很多 100个 你每次编程1234 不就麻烦吗 现在可以紧接着一条语句 C-O-U-N-T-C-O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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 0,1,2,3不到它就是count是4了 count是4,4解list是加0 所以这个个数等于加 等于4 就所以呢就不需要再去写一个个去数 那么我们再把前面的程序我再给大家讲一下 有一个前面的是例三九五例子 例三九五里头 这个是要在一个字符串里头查找是否有空格 就是字符串 中 查找 是否有 空格 空格我们在计算机里可以用这样的符号来表示 我来查一下 有个字符串 那么编程序了前面没讲把这个例子再讲一下 有了这样的解我们就比较简单了可以啊 那么下面呢 写一写 比如说 你们自己可以加一个Stream db pussing computer 我要在这个字符串里查找有没有空格符 这张是有一个 那你去给它补完整啊 那么我们这个程序就是 move bx offset Stream 大小写是都是认的啊 然后 我把这个程序写一下 dc bx move cx cx next inc inc 几个问题讲一下 bx 20h loop ne ne next bio没错啊 我还要查这个 那么你看 就是这个个数 应该可以什么 如果说像刚刚这样的话就可以用 Dala 解决一个list 底下一个 Stream 还是倒写 就是 Cx 前面变成 bx 48 Stream 的配置 地质送到bx 做指针的 然后写 解一 再真一 为什么写解一 再真一啊 解掉一个 再加上一个 还是等于bx 是吧 为了为了是 统一的要写 那写给它解 再加 所以还是等于bx 然后这个个数是 1234 17 以后你们编程的时候不要去数个个数 就像我刚刚举的例子 上面是Stream 后面是Count Count就等于1块 线形的解去一个Stream 个数就出来了 就是这里以后你们用 那么下面这个是什么意思啊 20H是空格的ASK 跟bx是什么 取出来的 bx 指向头上Stream 偏移地质这个地方 假设是0 那就是C取出一个P 跟20H 比 相等不相等 Note1块 不相等 Next 如果说 相等的 不相等 继续比 是吧 比到什么时候为止 你们能不能把这个程序写完整 这个程序写完整 还有点 就思考吧 就是 不相等 Note1块 跳出来了吧 不相等 跳出来 什么时候往下指寻 你们说 还有两种情况 还有两种情况 一种是什么 比完了 也没找到 跳出来 还有一种是 中途相等的 就是 就是 也会出来是吧 所以这么一个程序 其实可以 挂出一堆流程 我们这就简单讲一下 讲到表达式的时候 就是这个解 就有用了啊 那其他的表达式 比如说 比如说我们这个 这个 Mod Aal 3加5 也是允许的 所以我们就没有必要去 用这个了 比如说这个是 Mod 32 Mod 6吧 这送到 Aal 也是可以的 Mod 是 Mod 除 也就是 求他的 余数 32除以6 余数是多少 2 是吧 5 6 30 是这样相当于 把2 送到 Al 还可以用 32 除以 5 那这个是 求三 所以是这样表达式就是说 我们可以用一个设置来做 操作数 而不一定 一定是一个 集成器 一定是一个5 也可以3加2 那么 就是这样的 一个意思吧 就是 我们看看啊 还有 就是 标 那我们再举一个 这个其实举的例子就有点问题了 再举一个 叫什么印算符的 数字返回印算符的 怎么刚刚讲的是 加节成熟 还可以呢 数字返回印算符 印算符 这个其实 有几种 一种就是 offset seg 大家学过了 是吧 这个不用举例子了吧 offset 比如我们取 table 这个table 假设是一个切断代码 table 然后db 什么什么 我们可以去table的 pd 子 给他送到bx里去 还可以取他的 seg table 这个是取table的 断 g地址 上面是取table的 偏移地址送到一个 什么al 送到bx 不能al 这个偏移量 跟seg 应该取到一个 16位的 就是有这样的一些 返回印算符 我们所以就知道了 这个 符号 offset 这个 然后我们再举点 叫type 印算符 这个 还是讲一讲 我不说用的其实也不多 但是它是特别的麻烦 那个 typ 印算符 那么我们看看啊 找到说 n e db r0h n r db 1 dw吧 1234h n3 d 印号 好 那么我们 底下的 start g 所以作业给你们少外做一点就算了 move al type n 1 这个是 n2 为了简单去叫n3 这前面都一样的 一样的 这个n1的type是表示什么意思呢 就是 取他的 返回 字节数 这个n1 这个n1是 它就一个字节 所以这个是al 是不是就一个字节 这个n2是 这个n2是 也送到al 几个字节啊 1234 两个字节 这个dd是送到al是四个字节 所以后面type用的type n1返回字节数 还有返回什么size是总的字节数 所以这些都是你们看一讲就行了 不讲那么多了 然后我们还有的 就是 这个表达事例还有什么东西呢 叫ptr 你们学过的是吧 修改属性 属性印算符 我们看一下啊 例如 前面学过的incbyte 是吧 本来这个bx是一个乘除单元 不知道是自己还是字 加了一个byteptr 就表示是字节单元 加1 那我可以word ptr 就是表示字单元 加1 还有什么印算符啊 还可以是 move bx bx 这个也学过的 本来这个是乘除单元 他的默认的断地值一定是ds 现在呢可以用一个es 断超越前缀 所以一大堆的呢 像这个就很多了 我们就大概了解一下 作业事宜 稍微做一点 下面有把那个变量的再给大家 举个例子 就是dbdw是在讲了一堆啊 这个再给那个变量 第1个单元 第1个单元 db 3加2 db 100个 dop dop 3个 dop 极端的情况 实际上也没有用那么多 p 8 6 2单元 dw 9 9 8 100 h 4 2 嗯 上面一个变量 是5是吧 第2个 这个 变量放的是什么 100个 100个什么 3个dop 3个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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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一个6 是吧 100个 888加6 就是这样的 所以dop可以嵌套 然后我们再看 dw98 100 100 h加负2 在计算机里怎么放的呢 2单元 在计算机里 2 单元 我们先放的是 98 这个是表示98 放成16进制数 然后 100h 0010 是吧 不是 1001 这是 100 0 h 什么 -2 在计算机里怎么放 也是dw 它要占两个字节 fe -2 所以我们这个变量 就是有这么一些例子 其他变量 你们看看就行了 我们刚刚讲的是 表达式 变量啊 语句啊 下面呢 我们再来介绍一下 为指令 第3个问题 刚刚是 表达式 下面呢 下面呢 为指令 为指令已经介绍了一堆了吧 数据段 应该有个段定义语句 Data Segment 然后是Data E-N-D-S 那么看看 一般的 段定义语句 就是 段 定义语句 其他的我们就不多讲了 语句 就这一般形式 给大家介绍一下 所以这一章 讲的呢 可能跟树上又有点不太 一样 树上的太多了 我们看一下 一般的 形式 是 段名 Segment 后面呢 后面呢 就完了本来是吧 我们这个底下 又是什么段名 然后呢 后面实际上还可以有 定位的 类型 加方框号 表示 可以省略的 然后呢 组合类型 也可以省略的 这个叫 Align 我写到下面吧 A L 应该写到上面去的 写得上去了 Type 这个组合类型呢 Combine 然后呢 分类 Cluss 就要加一个这个 就是完整的可能你们会看到这样的一些东西到时候要能看懂就行了 你们编程的时候可以 不要写这么多 那么我们看看 这个定位的类型 也就是说 你这个段是从什么地方开始分段 啊 这个Page 这个是从 叶 开始分 256个字节叫一叶 Play A 这个是叫做 一接一接的 我的 字 字节 还有 InPage 我们不说了 这个是叫 No 打新的就是 表示默认 我们实际上没写的就表示是 用的打新的 Public 这 还有是 Stack 这要我用一个 和 Cum at Member 所以他这个是很烦的 这个Stack Code 答应 也就是说一个完整的汇别语言程序 允许由这样的一般的形式 这个断名 再还是继续是断名 这个后面呢可以 ENDS 这我们再简单的 介绍一下 我们平时用到的就是 Data Code Segment ENDS 有的时候你们编程序的时候 就会读程序看到这样的一些东西 这个就方框号是 这一来可 没有 可有可无 这个啊 这个信号的是 默认的 我们这个 实际上就是表示 Play 这个地方叫做No 就是你什么也没写的时候就等于写进去了 那么这个定位类型是什么 还有一个啊 对于 这个对债段 如果你如果你这个段不是数据段不能这个Stack 我写成小写了不可审 所以有时候学生在做实验说 这老师我写了Stack 这老师我写了Stack 写了Stack Stack Segment 怎么说我错啊 他这个东西没写 所以就错了 要有的啊 那么再看一下这个定位类型 再看看啊 这个页 也就是表示 也就是表示段 起始地址 能够被 什么整除呢 256 整除的地方开始 我们这个叫做 这里你就写一个 Page 我这一个段 我现在定义的段 我希望他的起始地址能被256整除的地方开始 你就写一个Page 如果说我们什么也不写 表示 J J P A R A 是 能够被16 整除的 那么一个页 大家知道是多少了 256 字节为页 字节 称字为一个页 这个被16整除 这个不用讲了吧 被字 被二整除 这随便什么地方都可以开始段 我们前面讲到分段 从哪里开始可以分段啊 能被16整除的 是这样可以定义 从其他地方 可以 那么 那这个就介绍了分类的地方 那组合类型我们真的就不仔细讲了 你现在就是这个叫No 默认的 我这一段跟那一段没有什么关系 你归你的数据段 他归他的代码段 这个 这个public是什么 可以是公共的 然后这个是表示什么 CAMO还可以是重合的 还可以是什么其他地方开始的 因此大家就知道可以有其他的一些情况 对这段不要忘了这个 这个呢 你在程序后都啊 我这个叫类型叫stack 类型叫code 他把同类的段可以归结到一起 因此大家呢这个就要了解一下 一般形式 不要读程序的时候 你看到这个play 看到什么不知道是什么就行了 我们不会单独的给大家去问你们一下这些东西啊 因为仔细讲就没有什么必要了 其他的语句不用讲了吧 为指令 就是过程定义语句我再讲一下 叫你们做一个下次做作业也行 过程定义下次做作业吧 好的你们到周末再 语句 这个作业是什么呢 我下次抄就是书上的143页 例430 这个就是一个作业 就是用过程调用的方法 将N个BCD数相加 你们把这个程序读懂 然后写一下加一些注射 就是要做这个题目 就用过程调用的方法 把内存里头N个BCD数相加 你们就读一下程序 看看如何用 就是调子程序的方法来做个加法 N个数相加嘛 它可以就是去调一下加 然后再调 就是所以呢 读程序 还有其他的一些为指令 这样呢就举一个比较简单的讲一下 所以它这个为指令 就是非常之多 你等到都搞清楚以后 可能有的根本就不怎么用 我们就介绍一下常用的就行了 就是介绍一下其他的为指令 这个叫LAB 就讲两个 LAB ER 这个作用跟PTR有点类似 那么我们还是举例子 举一个例子 举一个例子 叫做 这个叫 将名字 定义为 什么类型 我们不是PTR 把一个乘除单元定义成字 或者那个字节嘛 B A R R Y Label 成 Byte 将这个TOP 这个名字 是 Label 成 Word 这个讲讲 都 那个 等会他做的时候 都搞到一起 可能你们就得花功夫 Subloot B RT Label 成 法 也就是说 把这个TOP定义为字变量 把TOP定义成字变量 定义为字变量 那么把这个Subloot定义成远标号 就是有这样的一些 这个我为什么加一个注射 等会程序框架里去 肯定要用到这个 然后再举第二个例子 EVEN 因为8086取数的时候都是从偶迪子单元开始的 那么假如说你从基地质单元取个数 后面全是基地质不就比较麻烦了吗 所以我们这个语句呢可以将指向的下一个地质调整为偶地质 但是我现在还是举例来说 数的化成的数一堆了 譬如说我们一个数Data 而不是一个段 然后第一个变量 然后第一个变量是X DBA A的2,C H 然后呢 后面我要取个数是 EVEN 1 D W 100个 DUP 问号表什么 原来计算机率是什么 就是什么 100个字单元 Data 这个什么意思呢 我们比如要把Y来传加印算 限定了一个字解 这是偏一量为0的地方是吧 开始 这个地方是偏一量为1的单元开始取收 我取100个字不就麻烦了吗 每次要取两次对吗 我现在用了这个语句以后 表示从这个单元开始是偶迪子开始取收 也就是说 一文语句的下一个变量 一定是从偶迪子单元开始取收 你就不会造成这种 每一个单元从一三五都去取两次的 这样的一种情况 这我们介绍就是 这前面的一些比较 啰啰嗦嗦的一些语法 下面呢我们讲第四个问题 程序框架 就是我要编个 会编语言程序 你们这个指令系统也学了 为指令已经都前面封散了介绍了 那如何来编写一个 会编语言程序呢 要有一个程序的框架 所以第四个问题 是完整的程序框架 这个呢也是解画一笔写了 有些就不写了 完整的程序框架 很少讲 框架 当然要慎用框架 不要随便说框架 这个还是可以用的 前面数据段我不写了 是data segment 省点是 本来应该写完整的 然后呢 附加段 附加数据段 这个书上是没有 什么data segment data 这个是extra 是个ment 就不写了 我们从对战段开始写去 下一个呢 是对战段 stack 按segment 后面别忘了 我一定要一个stack 我给它写完整 这个写跟不写一样 因为是默认的 什么意思啊 从j开始 这个段是吧 stack 这个不可省 一定要有的 但你后面还可以加一个什么 什么stack 然后我们定义100个字节 对战段 stadb db 100个bop 然后呢 top 一块 是长度 是长度 lens 刚刚没有讲 这里讲一下 这个表示什么呢 stack stack 的长度 返回100个 就返回100了 所以你们看一下这个长度 en ds 好 我们定义一下 对战段 这一条 为止灵 语句就是表示返回100个单元 然后呢 我们就开始定义 代码段 code code segment 这个就是代码段要有的 代码段里头呢 还要一个 我们定义一个 主过程 就是从 导师操作系统 来调我们的程序 就是一个 就是做 整个一个程序 做一个过程 就是main in prog oc 一定是发 从操作系统 到时来调用 这个程序 一定是远过程 完了assume 语句 assume 这个语句呢 cs 代码段式 code 还有数据段 data data 还有 s es 和ss 我不写了啊 就是用sume 语句来说明 哪一个段是负给数据段的 哪一个是代码段 你前面虽然这样说了 必须要来说明一下 说明以后还没给它负责 所以呢 就把四个段分别复好了 接着呢 就是一个 程序开始了 stack 开始 move ax stack move s a a x s p top 这几条语句是什么意思啊 给堆战段负责 只是实际上的 只是实际上的 对再段 因为我们前面学了半天语句 就是为了编程 所以你看 stack 段 要付给ss 除了s 这个还应该付什么 我们下面呢 还要这一句 push ds s s ax push 打个心 就是为了返回 dose 操作系统 这个就保护 dose dose 如果设了以后 还应该设数据段 跟复杂段 是吧 那我们还要设一下 move ax data 给它送到 数据段 ax 还要把复杂段 ex 给它送到 es ax 所以 这个是 ser 数据段 ser 复杂段 所以大家看一看 就是我们程序框架里要设 对再段 要设ss 和sp 是吧 还要把 ds 和es 复具体的值 虽然assume语句 已经给你说明一下 哪个是哪个段 但是 还是还要有这两个语句 才能生效 cs 不能舍 就完了 是吧 好 我们这个程序底下就是 一个价值以后 就行了 就开始编成点点点 是你的正文 然后最后 然后最后呢 还要有一个 R E T 就这个地方 这个R E T跟哪个对应的 它是 就是 跟这个 信号 这四条语句 这四条语句写了以后 可以返回 都是 一般数上没有 下次还抽一点时间给你们讲一下 Main emdp 跟这个地方对起来 是吧 然后 Code 是跟前面的Code 对起来 这个R E T 是跟 这几句语句 对起来 所以这个就是一个完整的汇别语言程序框架 我们后面还要讲第二个框架 嗯 那么这个表示什么意思呢 就是 编程完整的就要这样一些 那么下面还有一个第二个问题 就是 如何设置对战和返回DOS 就刚刚框架 然后是如何设置对战 如何返回DOS 那么我们这里呢 还可以用其他的语句来替代 我这还是写一下好了 嗯 就是这个对战 这里头有两个语句 嗯 看 这两条语句 可以用什么来替代呢 可以用这个来替代 D W 50 D U P D 这个 TOP Nable W W W 也就是 这个是等价的 嗯 你可以用这两条语句 也可以用这个 你们看一看 也可以将 TOP定义为字 然后我们是50个字 也就是100个字节 嗯 下面我们再讲一下 如何设置对战和法会DOS 下次讲啊 下课 又忘了